木板失踪 莫凡独闯大力石架 全职法师1047话响解 双灾性被解决 莫凡没有参与到后续的清教战中了 返回了极美大学的另一个校区 这校区是在陆地上 虽然也算连海 地势却比较高 整体并没有遭到海耀与这场在海台风的毁坏 莫凡听着那些年轻而又美丽丝射的女学生们追逐打闹的声音 感觉不久之前的那场笼罩在整个海岛上空的万米风暴 这是一场可怕至极的噩梦 醒来之后一切都是那么的温和美 此时莫凡来到一个宿舍门前 推开门 迫不及待把海耀撤退的消息告诉灵灵 此时灵灵却是神情严肃地在电脑前查询着什么 怎么了 莫凡看着灵灵这一脸认真的模样 却一时间想不起来有什么事情会让她露出这么一副不放心的样子 莫凡 出事了 听到出事 莫凡就是一阵头疼 想起这段时间的经历 那一场场君主之战 说死不杀 还以为终于结束了 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享受小人的青春气息和无数人的崇拜 结果这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 莫凡 莫凡停顿了一下 似乎自己也很不可思议这件事 莫凡失踪了 我记得莫凡是和南义法师团的人一起执行任务的 怎么会失踪呢 莫凡听到莫凡失踪有些疑惑 当初他可是清楚记得 红岭未去负责海巡县 张小侯负责季美县 而南义法师团则是莫凡带对负责行李县 莫凡作为南义法师团的魁首 不可能单独行动的 就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见的 现在哪里都找不到他的人影 其实在莫凡来之前 莫凡就是在寻找莫� 莫凡失踪的线索 他问过很多人 也寻求了当地的魔法协会那边的人帮助 甚至让莫凡学到大理石家那边去兴师问罪 但都没有任何的结果 莫凡现在是抄街了 应该不至于遭遇什么危险吧 我担心的真是这个 他很有可能是遭日暗算了 凌凡气愤地拍在桌子上 听到莫凡有可能被暗算 莫凡的眼神顿时变了 身上顿时散发出一股煞气 大理石家优雅的庭院中 几点青色的叶子在风卷中 款款款飘落 随着一种突然重响 打破 这份宁静与美好 此时一个人就砸在了这个大庭院的中间 毁掉了园定们辛辛苦苦采剪出来的树松造型 此人身上还残余着一些火焰 被烧得满身时尚 此人名叫李凯 是先任乃一法师团的成员 又是一声巨响 庭院漂亮的李把墙重重地碎成粉末 呼得一股热浪从墙外面细卷了进来 正是一片鲜艳如霞的火焰 如地毯一样铺满了他们家族大院的外围 火焰里走出了一个人来 此人夜行十足 全身烈焰成爆炸死出现 滚热烈焰气势在大理石家上空轰然炸开 全身那熊熊只是好像能把他们整个石家给点燃引爆了一样 这个人影正是莫凡 此时在莫凡附近为了不少大理石家的人 这些人实力参差不轻 但其中也有好几名都是高阶 可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敢阻拦莫凡 我最后再问一次 木白是不是被你暗算他 莫凡继续向前走去 目光瑞里如鹰 死死地盯着李凯 对于周围的大理石家众人 莫凡根本没放在眼里 也没大算留半点情面 本来就是对立 何况大理石家的人 没少给樊学山找麻烦 跟他们还客气的话 打魔头莫凡就白叫了 李凯被莫凡这股气势给震住了 他从来没有想到莫凡的修为会高到这么恐怖的程度 此时他收起了心高气啊 赶紧向莫凡求劳 别打了 真的不是我 我承认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失误 导致木白被海妖偷袭受伤 但他自己说只是小伤 而且那之后白红腹一直在我附近 他可以为我作证 我绝对没有谋害木白啊 此时李凯有些惶恐啊 他是真的怕了 同时也想起来以莫凡那份狂傲性格 真的有可能把自己再来 扬长而去 哪还敢要半点隐瞒 木白失踪前有没有保险出什么异常 面对莫凡的询问 李凯仔细回忆起来 有说异常 他好像有些魂不守舍 战斗起来也不在状态 莫凡听了之后 不禁陷入到了思考中 白红飞当时和木白他们那些乃义法师团的人在一起 从白红飞那里 莫凡得知了一些情况 现在跑到这大理事家来其实也知道李凯杀木白的可能性不大 只是这家伙正好在自己气头上犯欠 不给他一点教训 他很可能还会胡编慢造一些影响自己判断的话来 有的人真的是 是无形欠揍 直接把这些事情告诉自己不久完了 非得逼自己动手 离开 你最好已经把你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了 否则我还会上门来的 莫凡冷横一声 收起了身上的火焰 转身朝着大理事家大院外走去 踏过了被损坏的高围墙 这个时候却听到背后传来了一个怒不可耻的声音 莫凡 你气缘太甚了 你以为我们大理事家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李凯此时气得两眼昏话 大理事家好歹也是飞鸟基地城市的老资格 随着飞鸟基地城市的发展 他们更是水涨船高 成为了东南部前三的家族势力了 过往很长时间作为大理事家主持大局的 黎匡都是在和睦凝学和睦桌云斗 还真没太怕从来看不见的莫凡当作一回事 可哪知道第一次正式的碰面 却是莫凡这个混事魔王直接打到他们世家大人的大门口了 你不想我走 莫凡只住了脚步 转过他来脸上满是狂人的笑容 行啊 那我就在这里多玩一会 没准能有什么意外的线索 反正我现在毫无头绪 更一肚子火气 咱们心脏就胀也一起算了 黎匡听到这句话 脸色 这顿是气得发红 你别以为我们大理事家没有人 给我上 谁能宰了他 我封他为供奉长老 黎匡看着一众大理事家高手 然而让他失望的是那些所谓的高手竟然真没人赶上前 纷纷后退 再见识到莫凡的可怕 他们觉得和莫凡比起来却是连一个小指头都算不上 哪怕是有那么一两个超级作人 并且就在这现场 他们没有看清楚状况之前也不会贸然出手 超级级的战斗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很容易就会波及到整个家族大院 黎匡见此情形顿是感到一阵七尺大乳 堂堂大理事家 被人家一个人闯上来 竟然没那么实力找回颜面 家主息怒 他现在的实力我们没人打得过啊 黎匡一下子哑口无言 狠狠地瞪了一眼离东 但此心那么一想 眼下除非他黎匡自己亲自出手跟莫凡撕起来 不然其他那些自己花了不少钱培养的脑种子弟们 还真未必能够在别人手底下走过一朝半时的 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莫凡发出一声冷笑 看着发怒的黎匡 换做是前几天 莫凡还得忌惮一下大理事家几个坐镇着的超级级法师 包括黎匡这个老金巨花的东西 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这些全部都是扯淡 暗影系的超级让莫凡有这个资本跟他们大理事家玩 大理事家本就是反雪山的一个词 不把他提了还真不舒服 莫凡老哥 我们家主的意思是如果离开想起什么别的当时情形 一定会知会你一生的 总之你先下山吧 我们就不留你了 这个炸药包 这个大蚊神 能赶紧送走就赶紧送走 黎匡可没有忘记 当时南西山的审判长都被莫凡给处理了 他们大理事家里面现在还真没有几个实力 又比审判长筑起枪的 莫凡特意等了几秒 见大理事家这群软骨头真没有人敢出手 不屑地勾了勾嘴角 继续往离墙外面走了 见莫凡真的走了 黎匡和黎匡同时都送了一口气 但黎匡像是想到了什么 对着大理事家众人就是破口大骂 入夜 莫凡回到樊雪山找到了玲玲 黎匡那边我问过了 应该不是他 那你再仔细想想 木白还有其他仇家吗 莫凡陷入了沉思 突然莫凡想到了不久之前发生的事情 对了 木白上次也被施展了亡灵之术 一定和那下咒的人有关 莫凡想起曾经出现两次的亡灵之术 一次是在明珠雪府 一次是在翻雪山 莫凡一直认为背后之人都是冲着自己来的 现在想来真正的目标竟然是木白 突然 一个血色身影闪现而出 柏拉出现在莫凡面前 莫凡有些疑惑 平常柏拉都是在沉睡 只有凡雪山发生什么危机的时候才会清醒 怎么这个时候柏拉出现了 我想木白可能意识到了会发生什么事 他离开凡雪山前 曾把这个留了下来 你们或许能通过他 找到木白 柏拉将一个残宝宝抵给莫凡 其实莫凡一回到凡雪山 柏拉就感应到了 同时他很快了解到木白出事了